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蔬菜村卷 这里是我们的食材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呢 我要做的就是 这个木耳啊 切一切 把它切成 稍微切成丝 这个木耳呢 你知道吗 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 像是有很多铁啊 很多蛋白质 而且常吃呢 可以让这个肌肤红润 然后皮肤非常的光滑 而且还可以就是烟混衰老 木耳呢 我们泡了是隔夜的时间 这个粉丝呢 比较容易泡 泡三十分钟就好了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 把它稍微的给它剁一剁 就剁成这个样子就好 剁这边一半 这边一半 现在我们就是来做这个 春卷的馅料 这个春卷馅料呢 刚刚我们这些食材啊 切成丝了之后呢 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炒香 那我们当然就是开火 然后热锅 这个时候呢 我们加上两三汤匙的油 然后把它这个稍微的热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放进来两个oz的胡萝卜丝 先放胡萝卜丝啊 因为它这个地质比较硬 然后再放两个oz的这个大头菜丝 也都是切好了喔 那如果你没有这些蔬菜呢 换成别的蔬菜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oz的 这种蘑菇呢 中文应该叫做白玉菇 它是起源于这个日本 然后呢 因为在这个亚洲呢 太受欢迎了 现在欧洲啊 北美洲啊 它各地呢 也开始种植这种蘑菇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刚刚切好的 这个美容食品木耳放进来 然后这边呢 还有这个两个oz的荷兰豆 我把它切成丝了 好 放进来 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放进来 一汤匙的蚝油 大概是一汤匙的份量 好 再放进来大概是一茶匙的酱油 好 小许的盐 小许的这个胡椒粉 小许的糖 然后搅拌一下 好 再放一点这个香油 好 这个时候呢 把我们刚刚切好的粉丝放进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全部的东西给它炒啊 你看这个粉丝呢 在里面很快就会把里面的这个蔬菜汁啊 都吸收起来 所以这个春卷的料呢 是非常的丰富的 最后的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动作 我这边呢 调了一些玉米粉加上一些水 为什么要放这个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现在里面的东西收汁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包春卷的时候呢 它不会有湿湿的 你想想看 春卷皮它多薄啊 如果有湿的话 一定不好包 那如果你放一点这个玉米粉加上水的话呢 就不会有湿湿的 好 你看 它现在马上都就是 这个汤汁就没了 好 关火 好 倒到盘子上 然后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让我们这个馅料把它晾干 这样子才好包春卷 好 我们现在我们的春卷馅呢 就是香喷喷的出炉了 不过它不是我们的目的地 虽然它看上去其实是五颜六色的 非常的漂亮 我也很想吃 可是呢 我们现在还是要包春卷 好的 那这边呢 我就是买了一个味犬的春卷皮 一般在美国这个超市 它外面卖的呢 都是冷冻的 那解冻的方法呢 就是把它放室温两个小时 如果是放在冰箱里呢 就是24个小时一个晚上就会解冻了 春卷皮呢 真的是非常容易干 所以打开之后呢 最好是拿这个保鲜膜 一边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一边把它盖上 包春卷的方法就是 首先把这个春卷皮 这样子放的像是一个钻石形状 然后拿大概两汤匙的馅 放在大概是两英寸以上的地方 一汤匙到两汤匙的馅 我觉得差不多了 我们这个份量呢 应该是可以做蛮多的春卷的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稍微的把馅往下拉 然后春卷皮呢 这样子 这样子压 这样子拉 一定不能有任何空隙 因为如果有空隙 你在砸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油油 然后往上卷 卷到一半的时候 这边有没有 把它折到这个 左边的折右边 右边的往左折 然后这个时候呢 继续 就是这样子 尽量让它往上 就是往上这个角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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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焦 然后这个焦呢 是要用两汤匙的面粉 加上大概三四汤匙的水 我现在就去做 这是两汤匙的面粉 我们加一些水 现在大概是三四汤匙的水 搅拌一下 就是这样子把它蘸一下 然后这样子这边糊起来 这样子粘起来 然后这样子 给它粘好 这样子一个春卷就做好了 然后一样的道理 这个春卷非常容易干 我们做好了之后呢 也是要把它用这个保鲜膜放上 好 接下来我们做第二个春卷 大概是一汤匙 两汤匙的馅料 就是记得那里面什么都来一点 来一点这个荷兰豆 来一点这个惠美容的木耳 来一点这个蘑菇 差不多了 不要太多馅 好 大概是两英寸的地方呢 2 inches up 好 然后把它往 馅呢 往下拉 然后皮呢 往上拉 有没有这样子 然后一定要包得非常地紧 好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热了一整锅的油 这个锅呢 大概是两英寸 从下面到上面这样子的 呃 这么高 那我这个油呢 就是热了一阵子 我们怎么知道说 这个油到底好没好呢 很简单一个办法 就是刚刚我们这个春卷皮 我撕了一小块之后呢 我把它往里面一倒 你看 它这样子一砸 然后马上起小泡泡 代表说这个油可以用了 就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春卷 现在放下去 好 然后时不时的呢 我们可以翻一下我们的春卷 好 然后等到这个春卷呢 它是这个金黄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 嗯 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好 这时间呢 刚刚我们是三百五十度的油 时间非常快 大概下去 砸到这个一分钟半的时间 它就已经是这个 非常完美的颜色 我们纸上让它尽量吸干 好了 观众朋友 我们这个春卷呢 就砸得出炉了 金黄黄的春卷 那现在呢 我要切一个 然后再尝一下 我们的春卷到底味道如何 金黄黄的春卷 感觉很好吃 好 那我现在呢 就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这个春卷的味道真是脆脆酥酥的 然后里面有许多的蔬菜 然后也是脆脆的感觉 非常的爽口 非常的好吃 那其实这个春卷呢 是民间流传很久的小吃 它其实也是满汉全席中的 第二席的一道菜哦 那观众朋友 不妨也在YouTube上面 给我们留言告诉我说 你还想要看哪一些食谱呢 好的 那我们下期见咯 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按个赞咯 拜